魏英 见到魏无羡神色萎靡 蓝旺基十分心疼 蓝湛 我没事 蓝旺基也不废话 道 跟我来 魏无羡便跟着蓝旺基 穿过长长的蓝室营地 到了最里面的一座营帐内 见状 魏无羡扑哧一笑 调笑道 蓝湛 你这多希望我来你的闺房 蓝旺基道 魏英 莫闹 让魏无羡坐下 喊了一个门声吩咐了两句 那门声便离开 片刻之后去而复返 带了一个轻衣女子过来 韩光君 人带到了 有劳 那女子本来神色微韵 听到蓝旺基的声音 也不支声 只是默默地站着 蓝旺基说 烦请温姑娘看一下魏英 那女子一抬头 看到魏无羡 瞪大眼睛 道 魏无羡 魏无羡先开始没认出来 只觉得面熟 待她一开口 便认出来这人了 温情 两人一口同声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温情随即想到 这是狼牙 魏无羡作为云梦僵士之人 在这里很正常 只是 她淡淡地开口 我现在是蓝氏战俘 受命来看病人 魏无羡心道 战俘 病人 谁 我吗 那我的秘密岂不是 手 魏无羡不情愿地伸出来 温情搭到脉搏上 温情又说 我什么都没有说 另一只 搭了半天脉 温情开了药方 蓝旺基命人去煎药 问 温姑娘 灵脉可有办法恢复 温情说 难 我需要再研究一下 蓝旺基说 有劳 温情随着蓝氏门声下去 魏无羡不解地问 蓝湛 怎么回事 蓝旺基说 荣老便寻医书 也想不出恢复金丹之法 寻根问缘 想找到剖丹医师 能做剖丹之术的医师 定然不会寂寂无名 便想到齐皇神医温情 蓝氏公歹 以灵间茶疗 温情一脉 尽为蓝氏俘虏 询问患丹之事 他并未承认 但其医术不弱于荣老 请他前来与你诊治 难道真的是他 蓝氏居然肯为自己做这么多 魏无羡觉得心中意暖 只是想到温情一脉 因为自己成了俘虏 心中有些过意不去 但是两方交战 必有一方战败 滑拉到蓝氏去 也比其他地方好 问道 那温情的弟弟温宁他们 蓝忘机说 除了温情 其黄一脉的其他人 在彩艺阵落脚 开了医院 由蓝氏门生保护 魏无羡嘴角抽了抽 什么叫保护 不就是变相的看守 这样把温情带出来 他为了弟弟 族人 也不也有什么异心 想不到以亚正君子文明的 姑苏兰氏 也能想到 以人质为要挟的事情 又一想到 这都是为了自己 便又觉得 那种怪异的感觉 再次充斥着内心 很快要来了 看着热气腾腾药碗 魏无羡内心十分抗拒 苦 太苦了 健壮 蓝旺鸡道取出几颗糖 放在药碗旁边 魏无羡视死如归 气吞山河 一口气干了这碗药 随即一颗糖塞到了嘴里 顺理成章的 魏无羡便在蓝旺鸡营帐里扎了根 每每下了战场 便窝在这里休息 这一日 换下已经被血浸透的衣服 洗了个澡 魏无羡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什么声音 怎么这么吵 魏无羡翻了个身 眼皮沉得抬都抬不起来 只能强撑着 睁开一条缝 外面的吵闹声依旧 真不是自己在做梦 魏无羡 魏无羡 你给我死出来 找我的 坐起来 魏无羡双手捧脸 使劲揉了揉 才清醒了几分 这是江城的声音 有什么事吗 魏无羡整理好衣服 走了出去 果然是江城不远处 冲着这边在叫 心到昨天夜席 打完就睡了一天 也没热什么事吧 他这是闹哪样 见魏无羡出来 江城二话不说 子电换出鞭子 朝魏无羡呼啸而来 魏无羡见了 心中暗叫糟糕 这个角度他很难躲开 一道冰蓝色的剑气 将子电挡了回去 江城怒道 蓝忘机 我教训我家家仆 你多管什么闲事 魏无羡说 江城 你发什么疯 江城骂道 魏无羡 你这个白眼狼 我阿姐对你多好 你眼睁睁看他受辱 还有心情在这里睡大觉 有你有没良心 魏无羡被骂得莫名其妙 甚为委屈地说 你瞎说什么 我一个人杀了那么多温家修士 损耗也很大 累得都不走动了 不能歇歇吗 再怎么着 我也是个人 需要休息 我休息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莫名其妙地 就来骂我做什么 这又与我有没有良心 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能累吗 我就不能休息吗 月说 魏无羡就觉得自己越累 不但累 浑身还没一点力气 身体晃了一下 蓝忘机急忙扶住他 问 魏英 可有事 魏无羡说 头晕 蓝忘机道 再去休息一下 好 魏无羡应道 对江城说 江城 我头还晕着 你没事就走吧 我得继续歇着去 江城本就对 魏无羡的话生气 这人最近阴阳怪气 还不能说 一说就卖惨 平时两个人 在江市阵营 抄抄就算了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居然也敢给自己掉脸子 面容有一瞬间扭曲 贺道 魏无羡 我阿姐的事 你到底管不管 听到江城提到江艳离 魏无羡不解地问 师姐 师姐怎么了 江城美好气地说 还不是被金子萱欺负 魏无羡道 江城 你胡说什么 江城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 大庭广众之下这样说 很容易让人误解他姐姐和金子萱 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继而一想 都是魏无羡 要不是他 自己能失言吗 魏无羡也不想理会江城 转而看向旁边看热闹的众人 以及闻讯而来的蓝西辰 蓝西辰道 听说江姑娘给金公子送汤 金公子以为江姑娘要冒领别人的功劳 才导致的一场误会 金公子已经致歉 魏无羡说 不都解决了 来找我做什么 江城说 你就这样放过金子萱 魏无羡道 事情不都过去了 你还想怎么样 总不能现在再去打他一顿 再说 好端端的 师姐送汤给那孔雀干什么 关于这点 魏无羡也十分不解 莲花物已经收回来 让师姐留下来看守 他非要和他们一起来狼牙 来了又不能去打仗 只能在后厨给江城熬个汤 熬就熬呗 还送给金孔雀干什么 干嘛要上赶着去贴金孔雀的冷屁股 想不明白 魏无羡这箱念头转了几轮 江城见他不说话 不依不挠地道 魏无羡 你就这样看着阿姐被欺负 就这样算了吗 你还记不记得 我阿姐对你多好 每次给我煮汤都有你的一份 但你比我这个亲弟弟还亲 一听江城念这个 魏无羡就心烦 还有止不住的难过 当下说 我怎么没记得 我都说不让他来狼牙 他偏要来 来了就来了 给那金孔雀送汤干嘛 吃饱了撑的吗 还有 你是他弟弟 我从没觉得 他对我比对你亲 不然我都病了这么多天 也没见他给我煎过药 再者 是惊恐雀惹的师姐 你去找他算账 在这里冲我吼什么 是看我好欺负吗 我都说了 我下了战场 连路都走不动 想歇一些 歇一些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话 我继续回去睡觉了 嗨嗨 忽然 魏无羡觉得嗓子痒 大声咳嗽起来 蓝忘机扶着他 给他拍着背顺顺气 眼神冷嗖嗖地扫了江城一眼 也不再想理会江城 魏无羡向其他人失了一礼 被蓝忘机扶着往营帐走去 这时 江城忽然吼了一声 魏无羡 你今天要是赶在呆栏市 就永远别再回我云梦江市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魏无羡回头 定定地看着江城 一字一句地说 你确定 江城被魏无羡 看着颇不自在 不过仍直着脖子道 是 你有本事 就别回云梦江市 好 你说什么 魏无羡道 我说 好 江城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魏无羡居然真的敢不要云梦江市 他怎么敢 他怎么能 就算是不要 也是我云梦江市不要他 于是咬牙切齿道 魏无羡 你好样的 我现在以云梦江市的宗主身份宣布 魏无羡叛逃云梦江市 与百家为敌 从此以后所作所为 都与江市无关 魏无羡怒道 江城 这几个月 我为你 魏师姐 魏云梦江市做了这么多 你不放在心上也就算了 现在 你又污蔑我叛逃也算了 只是我何时说过 要与百家为敌 莫说魏无羡了 其他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是你要赶人家魏公子走 你转口就说叛逃 还与百家为敌 看魏公子现在病样样的样子 定然是受伤了 他要修养身体 还要去前线打仗 哪有时间和精力 与百家为敌 再者 你云梦江宗主 不过是一个重新的小家族 谁给你的脸代表百家 经过人家百家宗主的同意了吗